以前我們買個硬碟就要幾千塊 而且容量有幾十GB,就很了不起了 到現在,我手上這個小小的東西就有 2TB 價格還比以前便宜很多 這到底是怎麼辦到的呢? hiho 大家好,我是志祺! 現代人生活離不開硬碟 但你知道嗎? 其實人類最少的硬碟,大小居然有兩個大冰箱那麼大 可是它的儲存容量卻只有5MB 幾張照片就爆了 當時人絕對想不到,幾十年後的今天 一台小小的手機,就可以輕鬆儲存上萬張高清照片 價格甚至便宜了快1億倍 不只是你的手機、電腦 現在維持人類科技運作的資料中心、衛星、電動車 甚至是時下最熱門的AI 全部都需要建立在硬碟這個基礎上 可以說是改變了我們整個現代人類文明 而這個看起來很普通的東西 背後其實也蘊藏著非常精密的奈米科技 所以這一集我們會一起來看看 硬碟到底是怎麼樣把東西記起來的? 這個看起來很簡單的東西,背後的科技有多嚇人! 不過,你以為我們又要進入工商服務時間了嗎? 沒有,我們直接開始! 首先,我們要來認識硬碟到底是幹嘛用的? 簡單來說,我們可以把硬碟想像成是電腦的倉庫 專門用來儲存跟保護你的資料 第一,當你有需要的時候 電腦就會去這個倉庫裡面把資料搬出來用 第二,用完之後也會再把這個資料存回到這個倉庫裡面 第三,嗯,沒了,就是這麼簡單! 但這個聽起來很簡單的事情 人類可以說是費盡了無數的心血和時間才達成 這到底為什麼會這麼難呢? 答案跟電腦的記憶方式有關 大家以前可能都聽過 電腦是用0和1來記住東西的 舉例來說,你現在手上有一張黑白照片 你把這張照片放大、放大、再放大 你會發現它其實是由成千上萬個黑點和白點組成的 那電腦要記住這張照片的話 就可以把一個黑點當成1,一個白點當成0 然後按照照片上面黑白點的排列方式 變成一大串的1和0,儲存在硬碟裡面 等你以後想要再看這張照片的時候 電腦就會再去硬碟把這一大串的1和0撈出來 再依照次序變回黑點和白點 啪!一張一模一樣的照片就出現了 所以硬碟還沒出現的時候 也有人用穿孔的卡片來記錄這個0和1 比如說有洞的地方是1,沒有洞的地方是0 這樣子就可以把這些資訊都儲存起來 這個方法雖然非常簡單 但是隨著技術的發展 這樣的紀錄方式已經無法滿足現在的需求了 因為像現在一張彩色的照片 光是一個點點就由24個0和1來組成 一張照片很可能就需要3億個0和1來記住 更不要說是音樂、影片、電影這種超大的檔案 幾個貨櫃的卡片都不夠用 那硬碟又是怎麼樣做到這件事情的呢? 現在常見的硬碟有兩種 一種叫做機械式硬碟HDD 一種叫做固態硬碟SSD 兩個運作的方式有點不太一樣 我們先來看看HDD HDD 硬碟它最核心的零件 包含了碟片、讀寫磁頭、驅動B和運轉馬達 碟片是硬碟用來儲存數據的地方 它上面有很多小小的磁區 而這些磁區可以被設定成不同的磁化方向 用來代表0和1 要做到這件事主要是靠讀寫磁頭 這個磁頭會懸浮在碟片上面 當你想要寫入資料的時候 磁頭就會透過電流去設定磁力的磁化方向 想要修改檔案也沒有問題 磁頭也可以回來再次改變磁力的磁化方向 去重新設定0或1 反過來你要讀取資料的時候 讀寫磁頭也可以去判斷磁力的磁化方向 告訴你這邊是0還是1 完完整整的把整串數據撈回來 再來還有驅動幣和運轉馬達他們的任務就是要控制碟片和讀寫頭 讓他們可以在正確的位置去讀取或寫入數據 最後是控制器 這個就等於是硬碟的大腦負責指揮上面的這些零件 像你想要看一張照片的時候 控制器就會精準地計算出 噢這個照片放在碟片的某個地方 然後指揮讀寫磁頭和碟片高速移動到那個位置去讀取 這個過程到底有多扯呢? 不只速度是非常快速而已 磁頭跟碟片之間的距離 甚至只有2奈米是頭髮直徑的五萬分之一 一個灰塵都不能夠允許在裡面 所以看起來很傳統的HDD硬碟 運用的其實是超精密的奈米科技 有個比喻是HDD硬碟運作的時候 就像一台波音74機飛機用時速1000公里的速度 貼著地面不到10公分的高度飛行 而且飛的時候還能夠要去計算經過的梅根草 精準地落在指定的區塊上 也因為這個樣子 HDD對碰撞、電壓不穩、磁鐵等等的磁性物質的干擾 都比較敏感 所以使用的時候也要小心避免喔! 而除了HDD之外 還有一種越來越流行的SSD硬碟 這又是什麼呢? 跟了HDD硬碟比起來 SSD不是用磁頭、碟片這些機械、零件運作 而是用NetFlash 的電位差來儲存資料 聽起來可能有點抽象 我們再用一個簡化的比喻來理解 想像有一個電池 這個電池電量不同的時候就表示不同的資訊 比如充滿電是111 一半電是010 沒有電是000等等 當我們需要這些數據的時候 只需要看看這些電池的電量狀態就可以了 反過來要儲存數據的時候 也可以透過充電或放電 去改變電池的電量 所以透過不同的充電量 同一顆電池就能夠存很多種不同的資訊 不是只有0和1那麼簡單 那如果我們再把很多這樣的小電池組合在一起 就能夠儲存非常大量的資訊 像是一個容量1TB的SSD 裡面可能就包含上千億顆這樣的小電池 那當然這個解釋還是非常簡化的說法 SSD的實際運作遠比這個複雜 但總理來說 因為SSD沒有HDD那些高速運作的零件 所以相對的比較不怕碰撞 另外因為使用電位差的關係 SSD在傳輸數據方面的速度 也比HDD快上了5-10倍 而且它的體積更輕薄 攜帶和使用都更加方便 不過SSD還是有它的缺點 最主要是成本比較高 而且因為是用電去儲存 所以大概3個月就要通電一次 才能避免資料流失 而另外方面 雖然HDD的速度和抗震性都不如SSD 但它的成本只有SSD的20% 而且還不用特別去充電 適合長期的儲存 包含像是Google Drive、Apple iCloud 等等的雲端硬碟商 也都是使用HDD硬碟 來儲存高達90%容量的資料 所以其實HDD跟SSD各有優勢 適合用在不同的場景 但無論是哪一種 這些硬碟都深遠地影響了人類的文明 也在很短的時間內 就改變了人類儲存資料的方式 前面提到1956年世界上第一台硬碟的誕生 當時硬碟非常笨重巨大 容量越少 不是一般人可以用得起的東西 直到1980年 最早的硬碟廠商之一Seagate 推出了5.25寸的硬碟 讓硬碟技術也能在桌上行電腦上用 接著市場上也出現了第一個破1GB的硬碟 但它的重量破400公斤 價格高達8萬美金 然後1990年 Seagate 再推出了密度更高的2.5寸硬碟 演進到這個行動裝置使用 2008年又率先推出了1.5TB 硬碟 2021年推出了20TB 2023年推出了24TB 硬碟 今年還預告說會使用最新的Harmor技術 跟MOSAX 3 Plus 突破30TB的大關 從5MB 到現在隨便就好幾TB 在短短的60幾年裡面 硬碟的記憶足足成長了5000萬倍 這個數字已經很誇張了 但更誇張的是 硬碟的價格卻便宜了1億倍 這是什麼概念呢? 1956年 1MB 要花9000美金 到今天 1MB 只要 0.0000137美金 除了容量不斷提升 硬碟的用途也已經擴展到各個領域 無論是日常的檔案儲存 AI 的運算需求 邊緣運算 或是自駕車的數據處理 還是軍事用途 都可以看到硬碟默默支撐起資料的世界 過去的10年 硬碟更走向的專業化 針對使用情境設計不同規格的硬碟 包含企業資料中心、影像監控 24小時不間斷運轉的NAS使用等等 而且根據研究預估 到了 2027 年 全球將產生高達 291 ZB 的數據量 但我們現在的儲存媒體 卻僅能保存其中的10% 儲存容量還在公佈應求的狀態 贊助我們這一集節目的 Seagate 就是硬碟產業重要的領導廠商之一 Seagate 是全球最大的硬碟公司 也是業界少數從設計開發、生產銷售 到售後服務都一條龍包辦的品牌 同時也率先實現了業界最先進的 Hammer Mosaic 3 Plus 讀寫技術 持續提升容量與磁錄密度 讓資料的保留更有效率 目前 Seagate 服務的客戶 包括Facebook、微軟、Google等資料中心 也設計像是給Xbox、Sony、PlayStation 官方認證的儲存擴充 那因為硬碟的可靠性很重要 資料存一存不見真的很崩潰 所以 Seagate 出品的硬碟 都經過了160 多道品質檢測 從撞擊、濕度到氣壓全面測試 讓你手中硬碟能扛住時間的考驗 而且 Seagate 是目前市面上唯一提供 保固加原廠資料救援服務的品牌 對於說硬碟有問題的話 Seagate 不是給你一個新的而已 還會免費幫你送到海外實驗室去救資料 救援率甚至高達90%以上 畢竟硬碟最要緊的還是裡面的資料 這等於說是多幫你的資料加了一道保險 安心很多 那因為我們公司有YouTube、動畫設計之類的部門 一直都有存很多大檔案的需求 這次 Seagate 也給了我們一些產品試用 我和團隊用了一段時間之後 來跟大家分享幾款私信最愛 我們公司在遠端之後 常常需要把很大的檔案從家裡到公司辦的班去 以前用行動硬碟都會覺得很重用很貴 而現在你看看這個真的超誇張 One Touch 跟 Ultra Touch 2.5 吋 那麼小一個就有2TB 最高還有5TB的 那重量也只有一包面子重 帶著走一點都沒有負擔 而且帶出去的東西 我個人最在意的就是外表要好看 那像是這個 One Touch 系列 就是用很有質感的霧面金屬髮絲紋 還有獨家的多款配色 那像我個人最喜歡的就是這個吉野黑 然後因為公司大家用的電腦都不同 這個好處是 PC 跟 Mac 雙系統隨差即用 不用特別格式化或是轉來轉去 那One Touch 這款用的是 USB 3.0 的版本 如果你是習慣用 Mac 的人 也可以選擇這款用 Type-C 接口的 Ultra Touch 系列 Ultra Touch 的設計理念 是用北歐大理石美學風格 它一樣支援多系統 而且平板手機都可以用 實用又有質感 非常的推 那再來下一個更誇張 你看真的超小一個 這個One Touch SSD 就是我們之前提到的 SSD 硬碟 不只是體積非常小 而且傳輸速度 還是 HDD 系列的 5 到 10 倍 它一樣支援雙系統 除了電腦也可以用在平板 iPhone 15 跟 Android 手機 平常工作無聊 想要帶檔案出去咖啡廳工作 或是回家裡剪片 也是一下就可以搞定 那最後是這個大咖的 One Touch Hub 桌上型 這樣一個就有 20TB 啊各位 那像我們這樣常常需要 存很多影片的拍片仔 或是很喜歡拍照的朋友 都很適合用這台喔 而且如果像我們公司 有非常多重要的客戶檔案要存 或是習慣遠端工作的話 把檔案放在雲端裡面還是有風險的 所以還是會備份在硬碟裡面 那這個超大容量的 One Touch Hub 就非常好用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目前 Seagate 還有限時優惠 有興趣的觀眾 記得趕快到資訊欄查看 更多產品資訊和優惠喔! 今天討論的硬碟 其實是我們每個人平常都會用到的產品 而且它存在的時間也非常久了 大家都不會很陌生 所以我們在認真研究以前 真的沒想到一個那麼常見的東西 裡面的技術也那麼複雜 都是在一些奈米層級的世界裡面 精雕細琢的工藝 而且從兩個大冰箱到現在巴掌大的硬碟 也不過60幾年而已 進步的速度真的很驚人 不過也因為這背後的技術症太複雜了 我們今天也只能用很簡化的方式 跟大家簡介一些概念 有些比喻可能也不完全準確 那如果你是相關專業的觀眾 也非常歡迎你再留言補充分享喔! 好的,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 最後想要問大家,今天的硬碟故事 讓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呢? 人類要讓電腦記住東西也太難了吧? B 從來沒有想到小小的一個硬碟居然這麼複雜? 自己終於知道HDD 跟SSD 差在哪邊了? 記得其他,留言告訴我們吧! 最後,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歡迎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硬碟的討論! 此外也可以點進去這個地方 看看半導體產業和網路等知識 那麼,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就明晚再見囉!